基隆这栋大楼满满的KTV俱乐部 被曝出了业者违法色情经营 但是远景却包避视而不见 这名少年队的周姓小队长 除了涉嫌插鼓违法的色情KTV之外 就等棋牌社跟俱乐部也都有涉入经营 实际直集棋牌社 业者用最顶级的至尊麻将椅 还有免费饮料吧来吸引客人 周姓小队长在各个生涉场所穿梭 而为在基隆爱意路上的KTV 违法招募以观光名义入境的越南籍女子 实际上是进行陪酒服务 基隆少年分队的周姓小队长发现之后 不但不查气甚至还擦肝骨 找来队员协助为事 经用地检署接获检局之后 11号深夜前往少年队办公室等地方搜索 并且带回周姓小队长刘姓侦查佐 以及KTV业者及小姐一共10个人 两位园警遭地方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本局除了全力配合检察官依法征判外 并对涉案的两位园警予以最严厉的陈处 依法与经营两大过敏 警方对于党人的违规行为表示 将会全力配合检察官调查 并且也已经进行处分 两名队员从仅超过30年 本该是社会秩序维护者却知法犯法 也给老百姓做出最坏示范 三星文林铸华 孟国华 黄世函 基隆 参谋博导 三星文林铐 any